大家早上好 今天的 一起来就有早餐吃 我们昨天 订了这个 早上起来的早餐 皮带收尾粥 看这地上 这是我们昨天晚上夜掉的 东西 都没有收起来 单啊什么的 都在外边放着 我昨天竟然把手机还丢到了 丢在这个 掉到水里 等会我们看看这个手机 大米袋里拿出来 能不能用 差点被热死 早晨一来 鱼竿在里边缠着水被涨了 我又穿着鱼鞋 下去把竿拔出来 包扎钩上挂满小鱼 因为之前挂的签太重了 所以钓上小鱼之后啊 铃铛不响 所以我们换了一些青签 继续来挂这个 今天换这种口味的 昨天的口味都没有了 口味 味道 好 这些钩都得弄出来 今天中午太热了 我就回车上去 我现在在这儿就觉得 后背有勤劣的着手感 看来是气温回声嘛 种了鱼之后都是这个声音 昨天晚上一直在响 但是困懒得下来提它 所以今天上午上面挂满了小鱼 不大点的小鱼 不大点的小鱼 好像是种鱼了 逼我拉过来看看 但是应该是小鱼 其实不太想转 但是它一直铃铛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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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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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 好也不算小啊 这白条好大啊 不算是小了 够大 大清早第一条 鱼石还没换呢 它就冲过来吃了 好把它拆下来 好了鱼户下好了 今天实在是太热了 我估计体感温度有三十四五度 不行了 炙烤 得快上去了 回到车里 喝一杯冰冰凉凉的饮料 实在是太热了 受不了了已经 要回车上去洗个澡 顺便把穿着衣服洗了 我刚刚穿的这个雨鞋下去的 上车洗澡 因为太热 我把所有的窗帘全部关起来 然后把空调打开了 这边洗了个澡 把脱下来的衣服洗一下 这边就是要换的衣服了 好 又到了很热的时候了 我们现在要下去弄一下杆子 下去看看 线有没有绷直 看有没有哪根线松掉 松掉就证明中雨了 没有 绷得都很直 这个稍微有点松 这个也很直 就早晨种了一条鱼 之后再没种了 这个叫米楼吧 因为在这边遛狗呢 它这边有红火椅 所以要特别小心 不能去那种沙地的那种地方 希望它在这边逛一逛就好了 然后还有野狗 他们俩去看电影了 但是我不想和男生去看电影 所以我要选择下午在这边钓一钓鱼 今天还挺凉快的下午 很舒服 看看第一竿的成果 不会第一竿就上鱼吧 没有 明明没有上鱼啊 海条 好 我们先把这条鱼拉着去 那个鱼户旁边看看那些海竿 回到车上 我们现在今天半天开空调 好现在只剩66%的电 把衣服收一下 今天我顺便把帽子也洗了一下 换过一身衣服了 外边现在是什么天气 阴的 然后又在刮风 估计今天也得下雨 我们今天外边这个东西要稍微注意一下 帽子洗干净了 跟跟进进的帽子 好 这个东西我通常不用 刚好就把它挂到这边 因为它刚好可以压着毛巾 而且是半圆形的 在房车上很方便使用 看一下这边 还有什么要收起来 哦 鱼竿又收起来 现在手机从大米里边拿出来 又把充电宝放进去了 看看能不能把充电宝恢复了 突然间降温了 风也大起来了 所以我不能在这边吃了 要去那个 老板农加勒那边去吃了 今天在屋子里吃 等会儿回来要接一下店 顺便加个水 就不用丰富了 看这个是什么 蛇肉 蛇肉 这个是鸡炖土豆 炒的一个蔬菜 这个炖了两三小时了 这个也是 好好吃 好好吃 很好吃啊 饭已吃完 现在回我们的车旁边 然后我看一下 刚才他说的那个 插销在哪儿 在这儿 他说这个插销 墙上的 够吗 够是够 肯定是 拉过去是没问题的 但是中间得接一下 我是怕它 下雨之类的 那你先说我那边 你出满了咱们的车 水线 对 不是我说中间那个街头啊 它可能会 就是会下雨 有水汽的话 它会连电吗 我去想一下办法 水也得接啊 我先把电接起来 这个地方 我就是这插销没电啊 这是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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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 超长线坨 看来这次它又派上用场了 这个 对这个 这一单杆就差不多能接过了 但是还是差一点应该是 然后再接一个 把中间接头拿塑料袋包着 然后 其实不下雨就没事 主要是怕它下雨 下雨下雨 下雨一连电什么的 就有点麻烦 先把这个插线把它放到这 看能走过去有多远 一圈 好 电影机好 我们看有没有再充电 看一眼 再充了 好 64 充一会儿晚上拔掉就好了 回到车上来看一下 这个 在大米里边 放一天的这个充电口啊 能不能用 充电口里边堵都是大米 天 进去了 满蛋了 里边有大米了 忘了这碗事了 不过不知道它能不能用 哎亮了 四个电 看到没有 我们再试一下看它能不能充电 可以哦 开始正常充电了 大米 排水法 大家学会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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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